准备好 茶水听故事咯 蛇鼠怪谈 这个年轻的时候 现在的 现在的军官可能比我们来的幸运的多 为什么说幸运的多呢 现在军官演习没有像我们年轻的时候那么多 我们年轻的时候 在部队带兵演习非常多 动辄就是演训 动辄就汉光演习 以前还没有整合 有各军种的演习 有各军团的演习 有各司令部的演习 也有旅籍的演习 反正以前 一个礼拜至少会出去好几天 就等于说几乎睡在营社 睡在房子里面的时间 还不比睡在野外的时间多 几乎都睡在野外 所以演习的频率非常高 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干部 对于野营 搭帐篷 树营 或者是在路边的田边小庙 睡觉 蜥蜴为常 野营素营 那是我们装甲兵的看家本领 几乎天天都有 那么因为每到了天气比较炎热 就像春天过后 开始进入了夏季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我们出去演习 第一个很热 非常热 第二个有虫子 有蛇 这是我们最担心 弟兄万一被咬到了 或是弟兄被蛇 被蛇咬或被虫遮 那是我们最不想碰到的事 因为这脚一碰到 我跟大家讲 那弟兄叫送急诊 一送急诊 我们整个演习就要被告中断 很麻烦 所以我们都会带什么 带石灰粉 带那个白色的石灰粉 然后还有带着那个 熊黄 为什么 防蛇防虫 在树营的时候 或是露营的时候 我们会沿着我们整个部队 树营的地方 外围 画一圈 用石灰粉 或是用熊黄 画一圈 到底有没有用 能不能防蛇防虫 不知道 那至少呢 弟兄很安心 弟兄不会担心 有蛇有虫 不会 所以当时就 我们一定会带 熊黄 带这个石灰粉 那么 有没有用 来我们就继续听下去 那么有 记得有一次 我们在新竹附近 来做野营训练 那么 弟兄其实已经很习惯了 我们当时在新竹附近 其实 那个时候交通 还有 现在的科学园区 根本就没有那么发达 几乎只要有地方 有空置的这个荒野 我们就可以使用 也不用跟谁报备 反正战车 不会把地压坏 那个地都是泥土地 也没有 也没有铺什么 什么什么道路 那我记得我们经过了一座 有点像砖窑场的 废弃的砖窑场 已经没有人用了 我们就在那个地方来输赢 因为第一个砖窑场 比较 比较隐秘 第二个呢 地方比较广 比较广阔 我们的战车可以停进去 那么我们过去之后呢 一样按照规定 把这个石灰粉弄好 各 各牌 规定了他们野营的地方 然后我们就把卫少派出去 大家就开始准备过夜 那么晚上呢 我们就各牌自己 自己就生活 煮东西 因为我们通常也一个连出去 也不会带火房 就是各牌自己带了快速炉 自己带了面条 罐头 然后我们就这样煮 煮饭这样来吃了 那吃完饭之后 大家弟兄准备休息了 派好卫少兵准备休息了 那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士官长 我们连上的士官长跟我说 他说老大 我跟你讲 这个熊黄跟石灰 我感觉那只是安心而已 有没有用 不知道 不见得有用 我真的跟老大建议 附近有渔港 我们如果去渔港 跟他要一点那个渔网 然后沿着我们的乙营区 我们也我们树营的外面 把他围起来 这个渔网原则上 比较可以防蛇 或者是防一些 这个蜥蜴啊 这些比较危险的东西 不会进来 那我说好吧 那明天早上我们再去 再去找渔网 这么晚了也没地方找 那我们就先休息 你就休息啦 那么当天晚上 当天晚上就有士兵 有点骚动 好像有什么东西跑进来的 就是士兵 你知道阿兵哥嘛 只要树营地 有什么风吹早痛 阿兵哥就会起哄 那也不像是害怕 我觉得是像起哄的那种感觉 那我也没有在意 我就在我的这个帐篷里面 休息睡觉 因为早上五点钟叫起床 我就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起床 大家把帐篷都把它关好 因为当天晚上 我们还要回到这边来 然后就载着战车 到外面去做这个防御的演练 战车连的防御做演练 这个时候 就有个阿兵哥跑过来跟我讲 说爆料爆料 你昨天有没有听说 我说听说什么 他昨天晚上啊 我们的树营区 跑进来一只很大的蛇 我说很大的蛇 有多大 他说非常大 比一个人还要长 比一个人还要长 是一只非常大的蛇 我说怎么会有蛇呢 那有没有人被咬 他说没有 因为我们帐篷都关起来了 那个蛇只是从我们帐篷这样穿过去 但是很多人都看到了 我说没有人被咬伤吧 他说没有 没有很大的一只蛇 从我们营区这样 从我们的这个树营地这样穿过去 那我说那 那今天晚上我们就要做一些防备了 那还是一样 试官党跟我说 老大我跟你讲 我们还是要去找一个渔网 那个熊黄跟那个石灰 防不了蛇 蛇不怕 那我就说 那那个牌长 你们各牌继续做演练 我就坐着我的机捕车 到附近的渔港 跟这些渔民啊 讨一些废弃的渔网 那个渔民说 没问题 长官你随便拿了 这个渔网的破掉 抓不到鱼 你们看看哪些药 你就拿去好了 我们就拿了一大串渔网回来 那种渔网是非常非常细的渔网 等于说鱼撞过去 就会被缠住的那种渔网 我把它拿回来之后 试官党就拿了竹子 钉在地上 把我们整个野营地围了一圈 整个围了一圈 那我们心想太棒了 那今天晚上 应该就不会有蛇 过来打扰我们睡觉了 那大家可以安心的睡觉 晚上在晚点的时候 会跟弟兄讲 弟兄不要害怕 很多人说有蛇出没 那么今天我们已经用渔网 把整个营区的外围都围起来了 那么弟兄晚上要出去上厕所的时候 记得脚要抬高 不要没有抓到蛇 把弟兄缠倒了 摔一跤 摔得鼻心脸肿 或是受伤 那么都不是我想遇见的 弟兄注意到 旁边有围渔网 大家出去上厕所的时候 一定要脚要抬高 弟兄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那就这样 那就睡觉去了 非常好 阿兵哥都很乖 都很乖 就是睡觉了 那到了晚上呢 我到了大概11点多 我也就寝了 把这个明天要准备 操课的这个教案啊 还有相关的 这个想定的状况 都准备好以后 我也准备要睡 睡觉了 就把这个蜡烛 把它吹掉 把它吹掉 准备要睡觉 我们把那个蜡烛 放在牛奶罐里面 这样子点 才不会烧到帐篷 把蜡烛 刚刚蜡烛吹掉而已 我就发现 外面的卫兵啊 好像有异状 细细细细 在不要讲什么话 然后我也没有注意到 突然间啊 突然间晚上11点多 突然听见一声 非常大声的枪声 砰一声 哇我想不得了了 开枪啊 这还得了 我隔天一定要到军团 去提报了 我刚才爬起来 从状况转出来 拿手电筒说 卫兵什么事 这时候排长也惊醒了 副连长 副连长全部都惊醒了 往枪声的地方跑过去 那看到卫兵倒在地上 哇我们吓坏了 心想糟糕了 还没有演习成功 就有阿兵哥枪伤 怎么办 然后这个卫兵倒在地上 身上趴着一个 趴着一个阿兵哥 哇我这吓坏了 到底是卫兵重弹 还是那个阿兵哥重弹 搞不清楚 我赶快把这个卫兵咬醒 我起来起来起来 怎么回事 赶快跟我讲 哇 这个卫兵 满脸惊恐 他说 爆炼量不得了 出大事了 我喝口水 他说 不得了 出大事了 我什么大事 他说 铺在我身上这个阿兵哥 你看 我改把他拉起来 看到这个一个新兵 这是刚刚到连上报到 还不到一个月的新兵 这个新兵 满脸 好像是用 泥土画的 跟这个 这个 鳞片 有点画的像鳞片一样 一片一片 用泥土这样子画的 我说你在干嘛 你是印第安人啊 干嘛把全脸画成这样 这个卫兵 恍恍惚惚的 报告我也不知道 然后我说 好 来来来 到 连长师帐篷前面 我把那个手电筒打开 我说来 讲清楚怎么回事 我说你为什么要开枪 这个卫兵说 爆炼 我不得已 我一定要开枪 我说来 把这个事情讲清楚 怎么回事 他说爆炼 我暂时一点到一点的卫兵 到了晚上 我就听到有 嘶嘶嘶嘶嘶嘶嘶的声音 我就想说是不是蛇 明明已经有围了 这个鱼网 不应该有蛇 所以我就朝着 这个嘶嘶声 追过去 那追过去之后呢 发现 我没有看到蛇 我看到一群 土拨鼠 像土拨鼠一样的 小动物 我说土拨鼠 什么土拨鼠 他就是 就是老鼠啊 大老鼠 土拨鼠 比老鼠还要大的那种土拨鼠 五六只土拨鼠 在这个鱼网里面 到处乱窜 到处乱窜 我心里想 怎么会有老鼠跑进来呢 不过至少这个土拨鼠 没有蛇可怕 那正在我在 看这些土拨鼠在干什么的时候 哇 后面 一个阿兵哥 新兵 就是你 就是你 就是你这个新兵 他说 用爬的 他不是用走的 用爬在地上 用爬的 然后身上还发 发出那种 嘶嘶嘶 好像那个舌土舌头的声音 吱吱吱的声音 在那边跑来跑去 然后追着这几只土拨鼠在跑 那我心里想 我说 你在干嘛 你在干什么 面上还要 还要 还要操客 你在这边跑什么跑 这个阿兵哥完全不理我 那我去 正准备 我伸手去抓住他 叫他不要乱跑的时候 这时候他一抬起头来 哇 张开他的大嘴 就要咬我 他的动作 就好像一条蛇一样 就要咬我 我就说 你疯了吗 菜鸟 你要干嘛 咬学长啊 他还是不理我 这时候我没有办法 我只好 把我的 这个枪 空炮弹上膛 砰砰 然后对空 鸣枪 砰一声 对空鸣枪 砰一声 这一声枪声 这时候这个新兵 突然间 贪软在我身上 整个贪倒在我身上 他说非常重 我怎么抬也抬不动 而且这个新兵身上 发出了一股 那种 臭青母蛇的那种臭味 很臭 黏黏的臭味 那我也不敢动 所以我在这里 还有你让你们来了 就是你们看到了 整个的状况 我说 我说新兵 你怎么回事 你刚到底怎么 你去哪里了 这个新兵揉我眼睛说 报告长官 没有啊 我就想说 晚上要去上厕所 我又不能在帐篷附近上 所以呢 我就跨过了这个渔网 跑到外面 这个一棵树的地方 我想去那边尿尿上厕所 那么 我才刚刚准备上厕所 我就发现 草丛里面有一对 有一两只眼睛盯着我看 很亮 发出绿光 那我也对着他看了一眼 然后呢 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因为我一回头 就看到我的后面 有五六个小矮人 我说个子多大 他说大概六十公分高 然后呢 这几个小矮人 拿着石头 一直朝我丢 一直朝我丢石头 那我突然间 被这几个小矮人的石头 丢着我心里 非常的不爽 我心里想当兵 已经够哦了 那几个小矮人 还拿石头丢我 所以我就开始去追他们 然后追他们之后 突然间就听到 砰一声 我就倒在学长身上 他说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哇 这个时候我会比你讲 你疯了 你刚刚用爬的 你知道吗 你的舌头还跟蛇一样在吐性 你小小不小的 你真的是发疯啊 你是中邪了吗 那这时候呢 我回头 一看 有五六只小的 不小了 吐蕃鼠 就缩在那个鱼网旁边 缩成一团在那边发抖 我这个时候 哪里有空去管这些老鼠啊 这个鼠被我心想 吐蕃鼠不会咬人 不要管他了 我真的想到说 这个空包蛋 还好第一发是空包蛋 希望明天 音部没有听到 上级没有听到 如果上级听到的话 我也要去写检讨报告 又写不完了 那如果上级没有听到的话 我打算就吃案了 因为也没有人受伤嘛 那明天白天演练的时候 我扫打一发空包蛋 把这个空包蛋 再装回卫少的弹药里面 就没事了 我就跟这个卫兵讲 好了没事了 注意到安全 不要再随便开枪了 我就新兵回去睡觉 之后他就回去睡觉 就当没这回事一样 就回去睡觉 那么 还好 隔天早上 因为我们所处的位置 只是在一个废弃的砖窑场 长官也没有遇到 也没有知道 没有人听到 附近也没有人反应 就神不知鬼不觉的 演习完之后 一天的空包蛋 爆完这个演习战损 我就把一发空包蛋 补回卫少的这个弹药里面 没事了 就不管了 那当天晚上我心想 哎呀不管了 可能是太累了 这几个阿兵哥 吃饱撑倒 晚上不睡觉 在那边捣鬼 晚上我就倒头就睡 开始睡 就睡到帐篷 心想 哎明天最后一天在这边了 后天就要离开了 这好好睡一觉 十一点多 我就把整个睡袋铺开 躺在帐篷里面 准备睡觉 那么我一躺下去 哎就发现 我的耳边不断的有 吱吱喳喳 吱吱喳喳 就是老鼠的叫声 就老鼠的叫声 那我心想 一定应该是那一群吐蕃鼠 这群鼠辈啊 烦死的吵死的 我就用手挥了一下帐篷 啪哒 把打了一下帐篷 想说那个帐篷的声音 会把这些老鼠吓跑 这老鼠就跑掉了 哎他过一会又回来 吱吱喳喳 我心想算了 应该老鼠让他跑吧 反正这里本来就是人家的地盘 我们只是来借人家的场地睡觉的 总不能是和尚赶庙宫吧 把这些老鼠赶走 我就不多想 我就继续睡 那这时候呢 眼睛一闭 真的睡着 好好睡 因为真的很累 三四天了 好累 就睡着了 那这时候呢 我就听到一个 非常非常沙哑的 小老头的声音 这小老头声音 撒哑 可是声音却是非常的高亢 大概是这样 谢谢了 长官谢谢 谢谢 谢谢救我们全家 谢谢 我心想救什么全家 我也不管他 反正很累嘛 想说可能在做梦吧 不管他 继续睡 那这个小老头的声音 就在我耳边 不断的吱吱咋咋 谢谢了 就剩咱六口了 再不救 没有人救我们 我们六口就要被灭门了 我心想灭什么门 我就回了一句 哎呀 君爱民 民进君嘛 哎 这个不要客气 我是在梦中回的 完全没有意识 那这个小老头就继续讲 哎呀 那条大蛇吃了我们好几个了 我们就剩这么六口了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就一段的不断的跟我说谢谢 那我也不知道是梦还是真 反正就一边睡觉 反正就一个小老头 那边讲谢谢 反正说谢谢 总比骂人好吧 那么就这样的声音 一直重复到天亮 天亮之后 我一醒过来 原来是梦 睡的 其实睡的算 还算好 然后这个无线电就传过来了 营部的无线电 命运传过来了 就是全联继续向南激动 那我就跟师官长讲 师官长 这样好不好 那个反正网子也是跟 这个旁边的渔村 要来的废弃渔网 那我们这个网子 围着这个大荣树的这一圈 就不要撤掉 就摆在这边 说不定下个连队过来演习 还可以用得到 这个渔网就不要撤了 就留在原地 那师官长说好吧 那你就在每个渔网的 那个竹竿的地方 我们就插了一个红旗 标示 为什么 怕有人经过 万一不小心给绊倒 所以我们就插了一个红旗 留在原地 渔网就没有收 那么我们就 部队要激动之前 我们一个习惯 就是我们当连长 当主官的 要带着士官长 带着这个 第一排的排长 要去做限定侦查 那么限定侦查的时候 我们就是会找一个制高点 爬到一个山的 一个山头啊 或者是一个 看得比较远的地方 能够用地图 然后配合上 整体的地形地物 然后我们的 因为我们战车 要去演习 如果你没有先做好侦查 会走愿望路 而且战车那么大一台 四公尺宽的 那个大战车 如果你走到这个地方 不适合走错路或迷路了 战车要回转 非常困难 所以我们就先跑到一个 一个这个制高点 想说跑这个制高点 一个小山头 上去之后呢 可以看得远一点 然后配合的地图 把整个路线 连就清楚之后 回去再跟各排排长 下达命令 那我就带着第一排排长 带着士官长 正准备要爬到一个 山头上的时候 突然间 突然间 一只大老鼠 就是吐蕃鼠啊 堵在这个路中间 然后 张牙污爪 好像要咬我们一样 我心想 这吐蕃鼠 跟我们那天晚上看到 差不多大只 大概 这个高度大概有 三四十公分高 好大的一只吐蕃鼠 打在路中间 张牙污爪的 好像要咬我们 我们 我们怎么会怕老鼠 我就拿个石头 要K他 后来他不但没有跑 又跑过来 五六只 在那个路上 就是挡着我们的去处 那我们就 这一挡 心想 这老鼠是发疯了吗 我们要去先例侦查 你挡在我们路上干什么 我们就硬要往前走 那这时候老鼠 这几个老鼠 非常就不让路 那就 不管怎么样 虽然是老鼠 我们不怕 可是也蛮大只的 我们怕过去 万一咬到人怎么办 所以我们大概就在那边僵持 大概两三分钟 这老鼠 也不知道为什么 一溜烟跑掉了 这个老鼠一溜烟就跑掉了 那我心想 这老鼠干嘛 老鼠也发疯啊 今天是发 是什么 鼠疫日吗 还是风鼠日 这些老鼠发什么疯 就跑掉了 那么我们说 好吧 我们继续往前进 我告诉大家 说时迟 那时快 我们前方 山坡上的那个土堆 那个土堆 哗一下 从我们前方这样滑下来 真的 大概就差那么一两分钟 如果我们走过去 我们这三个人 一定被活埋 一定被活埋 那就被这个土拨鼠 挡了这么两三分钟 前面的土堆 哗的一下 从我们前面这样滑下来 哇 我们当场向后面狂奔啊 都跑了大概五六十公尺 跑完之后 四官长说 哇 老大 好险哦 那个排长都下脸 都发白了 我说哎呀 我说真的真的 好险好险 我说 要不是那五六只土拨鼠 挡住我们的去路 缠了我们两分钟 我说我们可能就埋在下面 哇 这时候 大家心里想 好吧 那我们就在原地 也不往前走 就在原地 把地图研究了一下 看一看说 好不管了 出发 那回去后 我们部队就开始 激动啊 开始激动 到了 到了这个我们的 注营地的时候 我们就一样 分散 各排分散 杂音 然后叫各排排长 过来天命令 大概晚上五点多 开始要下达这个 明日明日的命令的时候 这个排长来 第一排排长就报告 爆料爆料 不得了 跟你讲 我说什么事啊 又什么事啊 他说那个新兵啊 就是那天脸上 满脸蛇斑的那个新兵啊 我说他怎么了 他好了 我说什么好了 不是脸上那个洗不掉吗 说脏兮兮洗不掉 他说没有没有 突然间 晚上的时候点名的时候 我发现他好了 脸上所有的这些蛇斑都退掉了 我说那不要而遇是好事啊 我说那注意到他的言行 不要把他又发疯了 那么反正至少没事了 没有事了 那么这群地鼠呢 也不见了 然后 新兵也不要而遇 那我心里想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 这个 整个事件是怎么回事 后来我就把四官长找来 我说四官长 这全程怎么回事啊 我说我们 我们了解一下 免得 以后还发生怪事 这个四官长说 不知道老大 我跟你讲 我大概这样想 那 昨天我们去演那个地方 那个砖窑场 那里可能 有一条大蛇 有一条大蛇 然后砖窑场里面 这些土拨鼠啊 可能也被这条大蛇 吃得差不多了 就只剩下那么五六只了 那么刚好我们去 那个地方 借树杂营 第一天晚上 可能这个蛇啊 还是比较怕人 因为人比较少嘛 蛇比较怕人 所以说 比较不敢出没 给了这些土拨鼠 一些喘息的机会 那么 因为后来我们弟兄 发现了有这个蛇 所以我们用 这个鱼网 把它围起来 那刚好我们树营 在这个树下的 这几棵地方 那个树就是 土拨鼠他们的窝 我后来发现 那个树底下 好几个树坑 可能就是土拨鼠的窝 那么我用这个大鱼网 把这个树围起来之后呢 这个土拨鼠啊 倒是聪明的很 土拨鼠倒是聪明的很 他们可以沿着 这个榕树的树枝 爬到顶端之后 跳到另外一棵树 然后下来 然后下来 我说土拨鼠会爬树啊 他说狗急都会跳墙了 这土拨鼠为了要防止 这个蛇咬他们 当然爬树啦 然后回来的时候呢 再从这个树爬回来 那么原则上就 避开了这个蛇的追捕 所以我想 应该是这群土拨鼠啊 来报恩 那么因为土拨鼠 在地底下 钻来钻去 可能也比较了解 比较了解这个 地势的走向 那么听到了 我们在地上行走 知道我们那里有发生危险 所以呢 就挡了我们两分钟 等于是这个土拨鼠啊 爆打我们全连部的这个渔网 救了他们这个土拨鼠一家的 这个的这个恩惠 所以我说 我说真的是这样子吗 虽然我说 不不不不 这是我可以想到的这个道理 我说好 也通 也通 我接受 所以以后我们 到了任何地方去野营 我就不再去撒这个 这个石灰粉 因为我知道 这个石灰粉也好 雄黄也好 对这些蛇啊 应该是无效 对这些虫蛇应该是无效 反而是以后我每次去哪里 部队去野营的时候 我都会带一些 不管是鸟网还是鱼网 到定位之后 就按照这个方式 把营区围起来 后来我发现 这个鸟网或是鱼网 防蛇的功效 远远胜过 这个石灰粉跟雄黄 所以 后来我当了营长的时候 我也告诉我个人连长 说以后 在野营的时候 不要再带什么 带什么石灰粉雄黄都不要 就带着这个鱼网 或是带着这个 网鸟的那种很细的网子 只要把营区周边围一圈 围一圈 大概高度抓在35到40公分高的鱼网 就可以了 那这些蛇 这些蜥蜴 爬虫类就进不来 因为它只要一接近 就会被网子给缠住 因为有时候我们到了隔天早上 还真的发现 这个鱼网上有缠有小蛇 小蛇被缠在这个鱼网上 那当然因为我们是借人家地方演习 这些蛇也好 老鼠也好 都是真正的地主 所以通常缠到蛇 我们都会把鱼网捡破 把那个蛇放生 把它丢圆一点放生 这也算是跟万物妥协的一种和平相处 所以其实每一次去各地方演习 我们都会产生到这种状况 那很多人心里想说 这个是不是巧合 还是我们这个想象力过于丰富 其实不算是丰富的想象力 因为我觉得 因为我们带着这么多的弟兄出去演习 到了很多陌生的地方 除了要完成任务之外 另外就是不要让弟兄 除了演讯以外 发生任何的危险 所以我们在生活照顾上 在尤其是十一住行上 我们都会特别的注意弟兄的一些 违安状况 那么这个就是我在当基层干部的时候 遇到的一个真实的 这是蛇鼠大战 蛇鼠怪谈 那么至于说有没有迫害到生态 会不会因为我们的出现 让老鼠繁殖的过多 让蛇吃不到老鼠而饿死 我觉得倒不至于 那至少就是说我们这个单位 跟这六只土拨鼠就有缘 就是有缘 那么也因缘际会救了这六只土拨鼠 让他至少当天晚上 没有被大蛇给拿去当晚餐 那么这个土拨鼠呢 也许是巧合 也许真的是有灵性 也救了我们三个人一条命 否则的话 我们三个人往前面走 那个山崩下来 我们可能就一命呜呼了 所以世间万物皆有情 只要用心只要用心去体会 当你帮助了这些小生物 这些小动物 说不定你哪天需要帮助的时候 这些小动物也会非常非常 努力用心的来帮助你 帮不帮得到不知道 可是这也是这些动物的一点心意 所以对 这就是今天的故事 这叫做蛇属怪谈 蛇属怪谈 不算鬼吧 这应该不算鬼故事 这应该算是动物灵性的一些故事 这个跟大家分享 好 来来来 我来 我来 来这个感谢一下 赞助跟斗内 好 谢谢 感谢 秦小婷赞助 谢谢秦小婷 将军好 这个 陈先生 谢谢四个月会员 你好 祥哥 将军晚安 感谢赞助 谢谢 还有林月君加入会员 小小兵 欢迎 欢迎林月君 月君好久不见 还有这个 陈建荣 陈建 陈建荣 会员加入 小小兵 欢迎咯 欢迎欢迎 还有 Electron 年轻粉丝 周一准时报道 将军晚安 谢谢 感谢 谢谢 谢谢您 还有 王光益大哥 天啊 真的感谢那个图 真的真的 这是真实故事 这真实故事 我都会把这些小故事记录起来 所以我除了讲一些鬼故事之外 我也会讲一些动物之间分享的温馨故事 今天就属于这个 这个蛇属怪谈 感谢 谢谢广光益学长 还有谢谢 Tony 感谢 赞助 谢谢 Tony 赞助两次 第二次大躲内 谢谢Tony 感谢赞助 还有这个 秦始皇 老鼠抱恩的故事 那应该帮助他们吃饱 吃好 对对对 这个 这个 好为族人报仇 他们的仇恨 我就不管 我只是 因缘忌讳 就是他们一命 感谢 秦始皇 谢谢 还有徐永瀚 感谢赞助 谢谢徐永瀚 还有Tony 谢谢赞助 感谢大家 哇 好听 今天的故事 不会可怕吧 今天故事不会可怕 今天故事应该算是 满满的洋葱 算是比较温馨的一个故事 所以以后 在路上 万一遇到了这个小老鼠 遇到一些这个野外的生物 真的不要随便去打它 因为什么 它的地盘 感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